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白色小背心 显得俏皮而可爱 他也在表现顽皮 对着镜头眨眼 之后他在社交媒体留下了一段耐人询问的话 郭嘉文说 世界很简单 大人很复杂 所以还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保留一点童真吧 而在文中 最后他at了一位dtgai的人 而大家也非常好奇对方到底是谁 查看该人社交媒体发现 对方名叫陈汉成 是一位90后与郭嘉文年纪相当 而且还是一位导演擅长拍照 其中不乏郭嘉文的不少照片 看来郭嘉文最近上传的照片 很多都是出自他之手 这也引发了网友的脑洞大开 很多人觉得或许郭嘉文与李泽楷早已分手 他只是开始回归到自己正常的生活轨迹 即使结实新的朋友 或者发展新的恋情也属正常 而有的网友则认为 最近关于李泽楷里捧大马行人的传闻 让郭嘉文感受到危机感 或许这正是在向男友示威 企图让对方醋意大发 但无论真相是什么 显然郭嘉文目前状态不错 自己也并未受到各路传闻的影响 即使细想想 即使他有这种小心机 对于链鱼流失的李泽楷而言 是不是太幼稚了些 而且人家早就捏准了你的脉 相信你也没有勇气干出出格的事 让人家吃醋 只是似乎和李嘉诚家族的人扯上关系 就要做好无法获得婚姻的准备 从李嘉诚红颜知己周凯璇 到李泽楷前女友聊落时 相信郭嘉文作为一个成年人 对此也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或许他会努力成为李家媳妇 但恐怕也做好了无法达成的心理准备 而李泽楷如此聪明 有个死心塌地的女友 相信在这样的年纪应该不会在对心的感情产生冲动 或许过不了自己的心理观 又或者对婚姻没有做好准备 总之那些什么有人取而代之的谣传 还是显得不靠谱 最近这段时间在网络上关于李泽楷 郭嘉文分手的消息络绎不绝 很多人纷纷评价说郭嘉文相恋五年豪门梦碎 也有人爆出郭嘉文带男友凯日落的照片 也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实这个视频是郭嘉文自己晒出来的 关于郭嘉文与李良凯五年恋情没有进入豪门 而又爆出李泽楷成立娱乐公司签约大美女 而且力捧新人 这几天据知情人爆出 李泽楷已经签署了两位新人 还大手笔的投入培养打造新人技能 并且有影响力高水准的教室 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而且还准备量身打造拍新电影 由此网络上关于郭嘉文与李泽楷分手的信息 更是被普遍接受 但是近日又有知情人说 李泽楷成立娱乐公司并签约新人 目的并不是为了配置新女友 而是确为发展娱乐事业 目前香港的娱乐事业已经处于低估期 一流演员也处于青黄不戒 50多岁以上的老明星已经没有战斗力 新明星寥寥无几 过去那些年代的巅峰期 早已不复存在 为了发展自己的娱乐事业 所以先从打造新人开始 至于郭嘉文 李泽楷并没有取他进门的想法 但是也没有推出去的打算 李泽楷给郭嘉文买的豪华大别墅 还差4000万贷款没还完 每月需要以郭嘉文的名义 还款21.8万 都是由李泽楷继续为他偿还 直到25年期满 从目前的情况看 李泽楷并没有与他分手的打算 最近几年郭嘉文因为跟李泽楷在一起 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郭嘉文虽然不是李嘉兴 关志玲那样的大美女 但是也算是最近几年 港京里面长相比较好的了 郭嘉文长相甜美 气质也不错 最重要是胜在年轻漂亮 不过许多人一直不明白 为何李泽楷不娶郭嘉文 有人说李泽楷不结婚 就是为了一辈子单身 然后不用负责任 想这么玩就这么玩 不过许多人忘记了李泽楷不娶郭嘉文 而他的前女友梁洛世 在加拿大也一直没有结婚 难道这背后还有什么隐情吗 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 一个90后女生为了调富豪 结果偷偷把避孕套给扎破了 就是为了生下孩子 可以成功上位 这个事情的细节 我们就不讨论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李泽楷跟郭嘉文身上 情况就会怎么样呢 李泽楷是李嘉诚的儿子 即使抛开李嘉诚的家产不谈 但单单是李泽楷 自己也作用千亿资产 她的富位保险市值高达1500万亿 未来上市之后市值可能长得更高 李泽楷还拥有银大地产 电讯银科等多家公司 李泽楷如此一个富豪 又没有结婚 社会上肯定非常多美女盯着她 而李泽楷自己又是十分风流 从年轻到现在 李泽楷已知的女朋友 就不下二十人 从美女高管到记者到演员 什么都有 奇怪的就是 李泽楷的女朋友这么多 但是却只有梁洛诗一个人 为她生过儿子 梁洛诗在2008年之后 为李泽楷生了三个儿子 奇怪的就是 生下这三个儿子之后 两个人就宣布分手了 然后梁洛诗就带着 李泽楷的三个儿子 去了加拿大生活 李泽楷则一个人 留在香港做生意 不过虽然两个人分手了 但是李泽楷一直没结婚 梁洛诗也没有结婚 李泽楷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她一直是女朋友不断 梁洛诗则不一样 她没有结婚 也没有男朋友 一心都在照顾这三个儿子 其实如果你是国家文 面对李泽楷这样一个男朋友 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李泽楷不愿意结婚 虽然送了价值上亿的豪宅 但是比起李泽楷 那千亿的身家 这套一亿豪宅算什么呢 关键这套房子还是暗节的 每个月要二十多万月供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文 如果离开了李泽楷 分分钟就供不起房子 豪门里面争夺家产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己 和鸿燊的大儿子 和油光跟太太 李婉华离起车祸 至今都找不到原因 蓝球英还曾经 让街市委去对付梁安琪 还好 邦雅君即时出现 这才救了梁安琪 那么国家文 真的没有盯着李泽楷的家产 如果你是一个大富豪的女朋友 然后大富豪又不肯跟你结婚 关键是这个大富豪 还比你大二十多岁 对方身家千亿 就给一个亿打发你 你会怎么想 当年甘比不过是 刘鸾雄的助力而已 后来突然怀孕了 就变成了女朋友 再之后就变成了老婆 当年刘鸾雄 也是标榜自己不结婚 万花从中过 片也不沾身 最后不是死在了甘比手上 如果郭家文 怀上了李泽楷的孩子 那么一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 不管是李泽楷 娶不娶自己 自己的子女 都可以瓜分李泽楷的资产 自己也可以跟甘比一样 成为太上女皇了 现在郭家文 随时有被李泽楷放弃的危险 一旦李泽楷放弃她 郭家文就一无是处了 最多就是只有一套 暗解中的房子 那么郭家文又怎么可能 不为自己打算了 作为李泽楷的女朋友 如果郭家文 想要还上李泽楷的孩子 其实是十分容易的 奇怪的就是 郭家文跟李泽楷 在一起几年了 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显然李泽楷跟郭家文之间 肯定是协议好的 双方在一起 是绝对不说孩子的 甚至有一种可能性 郭家文这个女朋友 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目的就是掩盖 李泽楷跟梁洛世 没有分手的事实 如果真的是这样 李泽楷又有何需要这样做呢 要知道 李嘉诚家族 最近几年是输大招风 他们在中国的地位 跟名声是下跌非常快 李泽楷自己又是加拿大国籍 他们家族的很多资产都是国外了 李泽楷要让三个儿子 名正言顺去国外生活 那么宣布跟梁洛世 分手是非常合理的办法 按道理来说 即使李泽楷跟梁洛世 分手了 难道李嘉诚 不希望三个孙子 留在自己身边 除了这一点外 李泽楷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三个儿子 毕竟当年自己的哥哥 李泽楷就是曾经被绑架 李泽楷跟梁洛世 宣布分手 那么梁洛世就安全了 然后梁洛世带着三个儿子 去国外隐姓埋名 这样三个儿子也就安全了 同时以后顺利入外国国籍 并且集成自己家族的外国资产 那么一切都是顺顺利利 从香港人变成了华裔 李泽楷为了隐藏这件事情 于是就假装大大方方在香港找女朋友 事实上梁洛世 每次回到香港 还是住在李泽楷的十奥豪宅里面 这套房子价值高达20亿 郭嘉文这个正义女朋友 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一个20多岁的姑娘 跟了一个大20多岁的富豪 又不能跟她结婚生子 那么只能是图钱了 关键是没捞到什么钱 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图什么呢 难道真是为了爱情 显然是说不通的 其实说白了 就是李泽楷 梁洛世 郭嘉文等人背后的事情 可能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过去李泽楷换女朋友 非常勤快 不过偏偏跟郭嘉文在一起多年 郭嘉文很可能就是一个 坦念人物而已 背后真正的女主人 还是梁洛世 要知道香港豪门里面的事情 是非常复杂的 巨额财产面前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李嘉的这部大戏 说不定才刚刚开始 李嘉们 李嘉兰 衣 词 这是